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例题是有关于公倍数的应用问题 是会合的问题 甲乙丙三个人从同时间同地点出发 以同方向绕一个周长600公尺的环状的步道 甲一分钟走100公尺 以一分钟走50公尺 并一分钟走60公尺 则最快最快 在几分钟以后三者会在圆出发点会合 同时同地同方向绕着一个周长600公尺的环状步道 好我们来看 甲一分钟走100公尺 所以它绕一圈要几分钟呢 一圈600公尺 每分钟走100 所以绕一圈要6分钟 所以甲呢每6分钟会回到圆点 圆出发地 那乙呢一圈600公尺 每分钟乙走50公尺 600除以50等于12 乙呢每12分会回到圆出发点 饼呢一分钟走60公尺 一圈600公尺除以60 所以呢这个饼呢是每10分钟 会回到圆出发点 那最快在几分钟之后 三者会又在圆出发点会合呢 就是要求6 12跟10的最小公倍数 那我们就直接用短除法来做咯 先用2来除 2362612 2510 再用3来除 313326 然后5照超 这些全部乘起来 2乘以3乘以2乘以5 所以呢就等于60分钟 达60分钟之后呢 三者会在圆出发点会合 这是最快 那第二次会合呢 就是再经过60分钟 120分钟之后 又会在圆出发点会合 每60分钟就会在 圆出发点会合 那最快是60分钟以后 2 4 7 7 7 8 8 8 9 9